有往昔,君演讲故事,连妹播讲,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九十九亿闪昏,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326集 陆晴有些同情纳兰语,遇到这么个不懂又要逞能的男人,他连忙打圆场。 三哥,奶粉冲出来是有时效的,放时间久了会变质,孩子误喝的话会拉肚子甚至更严重。 哼,还有这种说法? 当然了,咱们大人喝的牛奶还有保质期呢,更何况是这么点大的婴儿。 嗯。 那我下次记住了。 陆婷传点点头,省事的梦瞬间破碎,陆绍心里表示很绝望。 最后,陆晴拿了两个小奶瓶,将奶分开来装,两个小家伙一人一瓶,这样就可以了。 纳兰语见陆晴一直抱着孩子,而自称喜欢大孩子的陆三爷却早就不知所踪了,他心里就来火。 这才刚回家,他就开始偷懒,这叫喜欢带孩子? 晚上,好不容易等孩子睡了,两个人轮流洗澡。 陆三爷憋了好几个月,这好不容易熬到了吃肉的时候,早就已经等不及了。 洗澡也是随便冲一下,就围着浴巾出来了。 拉开门,本来是打算直接将娇气给扑倒,先吃干抹镜再说。 结果,人家怀里抱着一个,身边躺着一个,连他的位置都被霸占了。 陆三爷顿时觉得,被一桶冰水从头浇下。 你站那儿发什么愣啊,快过来带孩子。 纳兰语见他站在那儿发呆,就叫他。 陆三少拿着毛巾擦了擦短发。 哎,我穿个衣服。 换了一套睡衣出来,两个小家伙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跟他亲妈互动得不要太开心。 不都说一个多月的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吗? 怎么他家这两个小导弹,好像什么都懂事的。 不仅知道人凶他,还主动逗人跟他说话。 这么小一点,就想着刷存在感。 长大后,估计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高傲哥,欠出型的。 你看,老二都知道吃自己小手了,你家老大还不知道,将来肯定没有我的老二聪明。 纳兰语颇有几分炫耀的意思,陆三少不屑地轻横了一声。 会吃手有什么了不起,有本事让他去睡觉啊。 人家才刚睡醒,你好歹也跟人家玩一玩。 那你天天埋头睡觉,你能睡着啊? 他们现在是婴儿,什么都不懂,本来就应该睡觉嘛。 谁说他们什么都不懂了? 我看他们懂得多了,不信你看我逗他。 说吧,纳兰语拿起一个玩具,举在孩子面前,逗他。 宝宝,来,看这里,看这个,是不是很好玩呀? 小人还真的就手无足蹈,一一压压地开口,看上去心情很好的样子。 陆三少沿着床边躺下去,对着天花板,一脸得生无可恋。 哎呀,你别躺着呀,快起来陪孩子玩一会儿。 纳兰语用脚在他腿上抵了抵。 陆婷川有点抓狂,打着商量的口吻。 哎,你能不能让他们睡觉去啊? 为什么老是让他们睡觉啊? 你看他们不哭不闹,多乖呀。 纳兰语就郁闷了,他干嘛老是让孩子睡觉呢? 又没哭又没闹他。 陆婷川侧身过来,枕着手臂。 你没听说过吗?孩子多睡觉才会聪明。 没听说过。 燕儿的睡眠是补脑的。 我看你就是不想跟孩子玩,还找那么多借口。 哎,好,OK,就到我没说。 我睡觉了,行了吧。 陆婷川拉过被子就埋头睡觉。 他就不信了,这两个小家伙能一夜不睡。 等他们睡着了,他再起来吃肉,先养足精神。 喂,你家老大还没睡呢,你凭什么睡觉啊? 纳兰语把他被子给拽下来。 陆婷川睁开眼,认真地跟他理论。 我们只是说好一人哄一个,又没规定怎么哄。 反正我保证他不哭不闹不就行了,没准他一块儿自己就睡着了呢。 你想得美吧。 纳兰语给了他一个大白眼,看着床上没人管的老大,同情他,被不负责任的老爸给选去了。 再看看自己怀里的老二,多幸福呀,有人抱着,还有人逗着玩,简直太幸福了。 纳兰语一会儿给孩子唱歌,一会儿给孩子讲故事,放音乐,自己也乐在其中。 而陆三少,就没那么好的兴致了。 眼看时钟已经转到了十点上,两个小家伙,居然还是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一点都没有要睡的意思。 照这样下去,他感觉,肉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鹿三爷,老大要换只尿片咯。 纳兰语好心提醒他,陆亭川二话没说,翻下床去,拿了一块尿片过来。 给孩子换的时候,他皱了皱眉。 我的天哪,怎么那么臭啊? 可能是拉臭臭吧,你拆开看看。 一听到臭臭两个字,陆亭川惊得瞠目, 赶忙把孩子提起来,放到了另一边的沙发上去。 纳兰语被他的举动弄得有些不明所以。 喂,你干嘛? 那么臭,弄到床上去还怎么睡觉啊? 陆亭川庆幸自己动作快, 再慢一步的话,说不定就弄到床上去了。 他可不想闻这屎臭味睡觉。 小家伙不知道是被他弄疼了, 还是屁屁不舒服,哇哇地大哭起来。 哭哭哭,哭什么哭,我还没哭。 陆亭川对孩子一顿凶, 生平第一次给人清理臭臭, 他真的是想哭的心都有了。 怎么就一下子生了俩呢? 陆亭川你干嘛呢? 孩子都哭成那样了, 你赶紧给他换尿片啊。 纳兰宇看不下去了, 把怀里的孩子放在婴儿床里, 看他笨手笨脚的样子, 估计也是招架不住。 陆亭川不急不躁地 戴着一个超后型的一次性手套, 脸上挂了个口罩, 也是超后型的。 全副武装后, 才开始准备给孩子换尿布。 纳兰宇从卫生间打了热水, 准备给孩子洗屁屁。 走过来, 就看到全副武装的陆三少, 他嘴角抽了抽, 有种想把一盆水朝他泼过去的冲动。 快点快点, 垃圾桶。 陆亭川已经抽出了黄金满满的尿片, 看都不敢多看一眼。 纳兰宇把垃圾桶踢给他, 他把尿片丢进去, 再看看孩子的小屁屁上, 简直没法直视呀。 抽了几张餐巾纸, 全凭感觉给孩子清理。 纳兰宇在旁看的是火帽三丈。 给孩子清理好之后, 纳兰宇开始找陆三爷算账。 陆亭川,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你喜欢带孩子吗? 这个, 我是喜欢带孩子。